公平公義 多元巴銅等等 為了務實理性地了解市民對香港法治的觀感 至今委託了中大亞太研究所進行這次的民調 參考了國際性的做法 再因應香港社會的具體情況 推出一個包含十個層面的法治社會指標 希望以數據為基礎 去了解市民對法治的看法 這個時間我交給中大的同事 去解釋下今次的調查發言 各位好 我是中大香港的太研究所 沈局長 我們怎樣去研究法治狀況呢 其實劉山之前也有提過一些背景 我們去看法治狀況的情況 我們可以有很多種文化的 我們其中呢 希望今次呢 會有一些比較傳言少少的做法 我們其實整個調查目的 可以分開三部份 第一部份是 我們怎樣了解香港的法治狀況的一些觀感 那麼 開始呢 我們會有所謂的十個 一會兒我會仔細小小去解釋 那會先看一下 那些人和 香港的法治 我們不是單單一個單層面 是香港一個法治一個 一個單向的做法 而是一個 比較多層面的 看法 那我們會問問一些 人會對不同層面的落實情況 然後才會找一個整體的法治狀況 我們會讀 那此後呢 我們會就住香港 一些 某一些比較爭議性的看法 去問回受訪的市民 怎麼看 那 之後呢 我們也會再問深一點 就是問一些個人和 對港人一般的法治意識 足不足夠的問題 那此後我們會 就住一些 不同社會 社經背景的市民 對這些看法的分別 做一些分析 那希望呢 其實第三個目的 就是希望 透過這一系列的調查呢 我們 嘗試 我們如果再 去進一步 去研究 香港法治的情況之下 會不會有一些 我們可以 建構到一些 指標性的問題呢 可以等以後的 關於法治的研究 可以有這麼深入的 的 討論 那 我簡介一下 這次 其實進行了兩年了 第一年是二年一起的 一日來七年的 十月至十一月左右 我們做了第一次的 那 一八年的十一月 我們做了第二年 我們就希望兩年 就有個 複雙面有比較 看一下那個 因為我們之前那個 就是說十個層面的 Index 究竟 對 是否一個 可行性 可不可行的呢 所以我們做多一年 希望引證一下 究竟會否有很穩定 還是會好 每年都很不同呢 很不同 可能 Index 那個指標 在香港未必 適合用 我們調查的對象 就是十五歲以上的 口調民 連一些聯車 我們都上包 和在內 調查方法 就是我們電話隨機的訪問 兩次都是超過一千個 市民 我們的數據 亦經過了 政府統計署公佈的 一些人口分貨 作出調整 具體地 所謂十個層面是甚麼呢 這個簡介 其實我們 在建構這個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參考了 一些香港 甚至就是外國的一些 供應的一些做法 其中 劉先生之前都提過 一個World Justice Project 其實它有八個 至九個層面 就是在不同的地方 那麼 在香港 頭的八個 這要列出來的 那十個之中 基本上頭的八個 就是根據 World Justice Project 那個 那個Index 制定出來的 然後 司法独立 和香港司法問題 進行處理 及解決這一點 就是真正香港的情況 我們再修正過的 那麼具體地 這十個層面 包括甚麼呢 如果是有興趣 那個Index 有一點點心力 它在網上 紫草已經將他 將他upload了 那個report 裡面的 第三頁 就有 仔細一點的解釋 好了 那 這十個層面 包括了甚麼呢 第一個層面 就是 我們是這樣問的 就是 不同層面的落實情況 我們會 要求 受訪者平平分 零分 就完全落實不到 這方面 十分 就完全 落實到 那麼究竟 你覺得這個層面 落實多少呢 包括甚麼層面呢 第一 就是維持 維持治安和保護人生好處 你覺得香港 幾大程度落實到 第二 就是 打擊貪污 第三 保障個人的基本條例 第四 就是法規 可以 有效地撒 另外一個就是 政府開放 政府開放 就可能解釋一點點 包括 其實我這一回題 包括 資訊 政府的資訊要公開 盡量公開 給公眾多些參與 果論 那究竟你覺得 這一方面 有多大程度落實到呢 另一個就是 防止政府 濫用權力 這個又是 法治層面 其中一個層面 再另一個就是 法律機制 促進經濟發展 最主要是包括 香港的一些 可以保障到 社會者的權益 甚至營商環境 甚至有商業的糾紛 都有一個 很公正的 法律途徑 去解決的 好了 另一個就是 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 例如 進行 民事 或刑事 調查 起訴的時候 一時同時 另外一個就是 司法獨立 司法獨立 主要是 包括了 不受到 其他 香港機構 行政部門 或者立法部門的官員 最後一個就是 香港司法 問題 自行 處理和解決 這個最主要是 因為 香港是 一國兩制 高度自治 香港司法問題 所有香港司法 本地的問題 已經交由 本地的法律人員 自行處理和解決 你覺得香港有多大程度 落實到 這方面呢 如是 好了 然後呢 我們會 對法治 整體 然後再會問他 到底你會否滿意 香港法治狀況 其實就很少想 我們都希望 透過不同的落實層面 希望才會知道 其實 法治 不是單一 不同的層面 之後你考慮過了 你覺得現在香港 會否滿意呢 然後呢 我們也會 就著 對 幾項的 爭議性的議題 的一些看法 就問他 同意的 其中一種看法呢 就是 為了社會公義 必要時 是不遵守法律 這種 是可以接受的 有些人這樣看 你同同於這種看法 另一個就是 司法制度 司法 司法 方式制度 有些人覺得 方式制度 現在這幾年都 開始多 有些人覺得 它是被濫用的 那你又 同同於這種 那今年呢 我們就 2018年 就 加多一題 那就是 這個題目 是 是這樣的 就是說呢 人是有遵守義務的 遵守法律的義務的 就算對某些法律 多麼不滿意 都應該遵守的 這種另一種題目 看看他 受訪的司法 和否同意 那 除了之外呢 我們亦提了 一些法治 意識足不足夠的問題 停估一下 就是問一個受訪者 都是今年才有問到的 那就是 什麼是法律意識呢 如果那個受訪者 我們一般都會給你自己來解釋 那如果有需要 我們會提提 的基本解釋就是 對法律 或者司法制度 法律內心的認可 尊重和遵守 你覺得 一般香港人 有多有這方面的意識呢 那類似說 然後再跟著問 你又自己覺得 你自己有多大的意識呢 那這個就是我們那個 法律的 將會的 調查的一個 法律的範圍 範圍來的 好了 我們具體地再講講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也要提提 因為方便 我們稍後解釋 我們在 《死經》背景 分了 抽了一堆 比較 有影響力的 一些 一些 的變項出來的 包括 性別 分男女 年齡分三個 組別方便看的 一個是十五至二十四 年紀比較輕 那二十五至五十四 就是我們 開始要 充電 五十五歲以上 你年紀比較大 教程度呢 就是分了 小學位以下 中學 大宗位以上 那出生地 我們都有問答的 包括就是 香港和內地 其實還有其他地方 我們就 抽出來 沒有給 就業狀況呢 我們主要分 在職和非在職 但是非在職 我們都 嘗試去 勾 就是 拿著學生 這個界別出來 去比較一下 另外 我們也有問到 政治傾向的 我們政治傾向 其實最要是 直接問他 你 講到你政治的 取向意 其實你 你覺得你自己 屬於哪個政治陣容呢 包括民主派 建制派 但是我們也很散的 所以有些人會給其他的 導航 所以我們就 在一起 例如我們分了三個大類 第一種是建制 第二種是非建制 非建制包括泛民 本土 自治 全部都放進去 另一種就是 但是沒有明確的政治水上 包括他自己說 我沒有政治合作 我是中立的 我是走中間路線的 甚至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甚麼政治水上的 他人就 覆迷了 這幾個 好了 這一堆的問題 史上的問題 其實就是 在report裏面的 固件其實有了 那些文法之類 有需要你 可以自製 可以在這裏參考 好了 具體的調查結果 首先是剛才提及的 十項 那個層面 究竟落實情況是怎樣 這個圖就是 將那十個 項目 兩年內 的分佈 列出出來 第一件事 就是發覺這兩年內 現在分佈其實是很相似的 我們試過 進來一些統計的 差異的 的 Testing 兩者其實 編花不達 這兩年是很穩定 某程度 但是個別的一些item 有少少是不同的 總體來說 先看看 一個大的 overboard picture 其實那個層面 如果我們是0至10分 5分 你會給幾分呢 如是者給分 平均分 我們看平均分 全部10個層面 都基本上超過5分 那就是 某程度是比較傾向 正面的 大家都對香港 一般事物 對香港現在 嘟嘟 的法治 情況 但是個別度的 分佈 有少少不同 如果你 很簡化地看 因為呢 頭三項呢 那個落實情況比較理想的 這季 是牽涉到有關於社會 即是 都比較高分的 相對地 而後面那四項呢 保障個人權利 法律面前人平等 法規可以有 執行和司法獨立 都是排在中間的位置 那有三項呢 就比較相對低 那就是似乎跟一些 政治或者 施政 政治施政有關的 那就是 第一就是 香港司法的問題 自行處理解決 政府開放 和防止政府 冷入權力 這三項比較低 尤其是防止政府 冷入權力 這個相對低一點 好了 如果我們亦 做過一些 對落實情況的 一些分組 不同社群背景的 差異性的 測試 法國呢 有三個 值得看 其中一個就是 年齡、第一個出生地 和政治傾向 三個都 差不多 大部份的 我們做的 支援研究 都是有 我們叫做 統計上 有明顯的 差異 那個分別是怎樣呢 年齡方面 就是受訪者 如果年紀二大 在不同層次的 法治層面 落實的評分 都會較高 那相對地 年輕人 就不是那麼高 但是相對性 出生地 就是內地出生的受訪者 在不同 法治層面 落實的評分 亦較香港出生的 受訪者高 那第三個 就是政治傾向 傾向建制派的受訪者 在不同 法治層面 落實的評分 亦較 傾向非建制派 就是泛民 販土的受訪者高 大概分別的情況就是這樣 好了 除了這個之後 我們問了一題 有法治的十個層面 我們會問 如果真是 對你來說 哪個層面才是最重要的 你覺得是 整體法治最重要的呢 我們這是半open end 除了我們之前提及的那個之外 你也可以提自己 你自己覺得哪個法治最重要 結果呢 就是 兩個調查 司法獨立 都是最多人 選擇 最重要的 那就是說 如果 這個 就是 市民對香港的司法獨立的觀感差呢 可能整體的那個評價亦會相對比較差 那之後那些包括什麼呢 就是除後 接著就是法律面前人平等 香港司法問題自行處理和解決 維持治安和保護人生安全 接著就是保障貨為基本 這幾個都是比較 覺得在這幾個層面之中 是重要性的 那就是說如果這幾個層面 是會 做得麻煩的 可能會比較對整體 可能會有些比較大影響 然後 我們就開始整體 香港的 市民 對 對現況 香港的法治現況 是怎樣 是滿不滿意 這是我們俗稱的 5 point square 就是 分 不滿意非常不滿意 普通的一半半 滿意非常不滿意 結果那兩輪檢查呢 其實變化都不大 對的 這個情況 大概怎樣呢 就是滿意和不滿意的 分別呢 就是怎樣呢 滿意呢 大概呢 維持在三成 半左右 2018年是34.5% 2017年是36.1% 其實低到小成 但是不 相對地 不滿意的 情況呢 大家都是維持在27 兩年 沒有什麼變動 我們也做過一些 所謂的 Cost Stabilization 就是分組的比較 亦發現了雙女的情況 55歲以上 在內地出生 在職 和其他非在職 相對於 就是剛才的學生 學生比較低 就是比較崩潰 或者是 傾向建制派的受訪者 滿意度是較高的 就是Cost Stabilization 對整體的 差異性的 在這裏 好了 然後呢 我們將會 進入 一些 對 不同的 對爭議性 議題的 看法 這方面呢 我們交給 鄭雲泰博士 去跟進 好啊 跟著讓我跟大家報告 一些爭議性和結論 整個調查的部分 這一題呢 我相信呢 很多 朋友都會關注的 就是 問受訪的市民呢 為了社會公義而違法的話呢 是不是可以接受呢 就是 問問他們不同意的 你可以見到呢 其實接近一半的 受訪市民呢 就覺得是不同意的 就是不認同這種做法 兩年那個 比率呢 其實都 沒有什麼變化 都差不多的 而是 接受的 都有成兩成多 這一點上 都是值得注意的 當然 持一半半態度的 也是兩成半所感 如果你再細看 他的社經背景的差異的話呢 你會發覺呢 就是 女性 55歲或以上 中等教育程度的 市民 在職或者其他 非在職的 還有傾向 建制派的話呢 這種政治認同的話呢 他的不同意的比率呢 是相對地高的 明顯的 而男性 青年 大專華以上的 教育程度 還有學生 還有非建制派的呢 他反而是 覺得這一種的做法 為了社會公義而違法的話呢 相對地 比較高的一個比率 覺得可以接受的 那麼 另一個層面呢 就是關於司法 覆核 是不是被濫用的問題下 現在社會都非常之關注的 那麼 也都 很具爭議性的 那麼你都可以見到呢 這個層面上面呢 兩年那個調查 你都是相對地變化不大的 第一個呢 就是不同意這種 這樣的看法的呢 就是三成多 同意的呢 其實也是三成多 那持一半半的態度呢 同樣都是三成多 那所以這個 第一就是具爭議性 第二呢 亦都是大家 大家之間的 那個看法呢 你可以說它是 勢君力力的 就是互不相約的 那麼 而 深入去看的話呢 除了出生地之外呢 性別年齡 假日程度 還有制度狀況 政治那個傾向呢 都是呈現 很明顯的那個 顯示差異性的 那麼這一點呢 可能都是它的爭議性 持續的一個原因所在 那麼跟著呢 如果你再看一個 這個我們今年 身家的一個問題 就是說 問受訪者 有義務 是不是要 專搜這個法律的話呢 你會發覺呢 是五成半了的 受訪市民呢 是同意這個 說法的 應該要 專搜這個法律的 而 覺得 不同意的話呢 也都有一成多 這個也是一個 不細的比率 需要注意的 那麼 而細日 去看它的那個 社經差異的話呢 你會發覺年紀較大 中等教育程度 內地出生 其他非在職 和傾向 建制派的話呢 那個 看法認同 這個比率呢 就會相對地高的 那麼 這個 亦都是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問題 就是 關於 黨人那個 法治意識那個問題 那麼 那麼這個 題目呢 剛才 沈先生也都有介紹過 我們分成兩個層面的 一個呢 就是社會的層面 就是怎樣看 社會整體的市民 另一個就叫它評估 自己的 法治意識 那麼如果是 社會層面的 你會發覺呢 他覺得 香港人的 法治意識不足的話呢 有成三成幾 認為足夠的話呢 就兩成了 而認為普通的 一半半的 都有四成幾 但是如果 這個 比率和 評估自己個人的 法治意識的話呢 你就會發覺 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覺得自己的 法治意識不足夠的話呢 只有兩成幾 覺得他有足夠的 法治意識的話 就四成幾 而一半半的 都是相對地 少一些 三成半 那麼你會發覺呢 如果對社會的 法治意識 不足的評估的話呢 基本上 不同的 社經背景的人 都一致 都沒有什麼差異 但是如果是評估自己的話呢 就以 大專為以上 和傾向建制派的 受訪者呢 他的看法呢 比率會相對高一些 而如果在這個 法治意識不足這個 評估上面呢 你會發覺 對普通市民的評估 認為足的呢 就是兩成 但是對自己說是四成 這個相差一倍 那都是一個 比較特別的一個情況 那麼當然 就是整個 法治意識 為什麼會是 個人層面 和社會層面 為什麼會有這種差異呢 就值得日後 我們可以有機會的話呢 如果這個 至今有興趣的話 可以再深入去探討 那麼作為 整個報告的一個總結呢 我想 主要來說有六點 想在這裏 和大家分享的 第一個呢 就是公眾呢 對於不同層面的落實 那個狀況呢 兩年的 調查裏面呢 都是基本上傾向正面的 那當然對於政治 和政府施政相關的層面呢 落實上面 具爭議性一些 亦都相對地較低一些 日後如果在這一方面 如果政府在 處理某些 不同的層面上 例如司法 怎樣轉行解決 政府 是不是開放 這些如果可以 有效的提升的話 我相信對 司法 法治的評價會上升的 第二個呢 就是司法獨立 很明顯見到 是市民 心目中最重要的層面 但是也要注意 這個呢 在我們剛才的介紹裏面 在這個world 那個justice project裏面 這個是不包括裏面 是香港才有的 那他這個呢 心目中 是覺得是最重要的 第三個呢 就是 受訪的市民呢 對於香港整體法治狀況的 滿意度呢 兩年來都變化不大 相對地都是可能 如果政治環境穩定的話呢 這個價值的 變化呢 平時都應該不大 第四點呢 就是很明顯的 就是不同的年齡 組別的 市民 和他有不同政治傾向的市民呢 他在落實和一個滿意度上的評價呢 和其他層面的 民眾呢 那個影響 那個評分呢 差異性是比較顯著的 亦都是值得存在的 第五點呢 就是 在法治意識上面 就是如果 社會是對他這麼關注 如果日後要去 提升他的法治意識 尤其是對社會整體的評估的時候呢 我相信 大家 社會都應該多做功夫的 這一點呢 亦都跟第六點呢 相對地有些關係的 就是說 我們 在整個調查裡面都可以見到 市民對於 法治作為香港的核心價值這一點呢 是相對地肯定的 一個 強的法治意識或者一個 強的法治環境呢 對於我們香港的競爭力啊 或者市民的生活啊 社會的穩定都非常有幫助的 但是你都可以看回第五點呢 我們的評估 我們社會整體的法治意識的時候呢 其實不足夠是超過四成的 反而自己的評估就是相對地高的 所以如果我們有效地去提升我們的法治意識呢 除了政府需要在前面所講的不同層面的多花功夫呢 市民大眾本身我想對於法治意識上面呢 都應該是同時有些改進才行的 這個就是我們整體整個報告下 多謝各位 多謝鄭博士和沈先生 現在請智英向中心理事 以及這次研究的趙薩蓉 李金鴻先生為我們再掌揭 大家好 早晨 這麼早來聽一個這麼嚴肅的問題 我先回應一下 兩位亞太研究所的教授的講法 這個法治的概念 精神 絕對是我們香港社會的一個很重要的基石 在這裡我提一提就是 這個世界經濟論壇 在他們2017年至2018年報告裏面 提到就是香港的起法獨立評分 亞洲是排第一 在世界的排名是13 這個亦都證明了 其實我們這個社會 在這方面是有一定的成績 但是你們大家可以看到我們一個比較簡單的補助報告 其實我們香港人對司法 對法治這個概念的了解 其實是有很大的參差 或者有很多地方是做得不足的 所以在這方面我相信大家 我們提這個問題出來 就希望有一個比較客觀的調查 讓大家可以作為一個討論 我相信 剛才我們都看到 政府 各界人士 法律工作者 對 各界市民 或者 社會的階層 都會應該 盡力 去作出一些教育 去作出一些推廣 我忘記了是兩日 或者是三日 前 是我們 法律 聯會的開始 馬道立大法官 在他的致詞裏面 曾經提到 他說 法庭在處理很多問題的時候 尤其是一些 社會上比較爭議問題的時候 有社會的人士 對法官作出 個人攻擊 或者是 批評 他認為這些是不可以接受的 為什麼呢 因為 其實 法官判案 他用什麼理由 寫得清清楚楚 在我們的 判詞裏面 還有 他只是從一個 法律的觀點 去作出 判決 變成 如果你將 其他的社會意識形態 加諸 在他的判詞裏面 這個 變成 你對他的判決 有了無敵 其實這一方面 亦都是正正反映 我們這個調查裏面 究竟我們香港人 對法治 這個概念 要解有多少 其實我經常都覺得 這是我私人的意見 法治 其實大家最容易理解的就是 司法、獨立 這些很比較 很清晰的概念 但是當你將其他一些 這些 比較 比較哲學性或者道德性的問題 加諸在法治的概念裏面 比如社會公義 立法程序 究竟我們的 選舉、制度、民主 選舉、制度、民主 這些你將 這些 和法治 當然法治是其中一個 元素 但是你將這些 比較 涉及 涉及社會的意識靈態 加進這個法治的精神裏面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們對法治開始有混淆 因為我們希望 法官 或者法庭 去做一些決定 其實 是交不了 出來的 因為這個 不是 法治 可以 給到你的 答案 所以在這一方面 我相信 如果我們大家 對法治 更加清晰了解 這個是對我們 捍衛法治的精神 絕對 是有幫助的 聽到大家 不要在法治這兩個字裏面 要求 太多 等我講到這裏 就是我希望 我直接剛才講過了 希望能夠 政府 國家人士 可以努力一點 去 讓我們的市民 更加清晰認識 這個 我們法治的精神 因為 這件事 如果我們大家明白 是對我們的社會 和諧 社會的 融合 甚至到保障 我們人生的安全 財產安全 和經濟的發展 是絕對有幫助的 我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 多謝李先生 現在進行這個 傳媒答問環節 麻煩大家提問前 先講自己的名字 和代表的機構名稱 麻煩 各位 你好 阿信波記者黃展熙 因為你們的研究 就是11月做了 其實呢 12月 律政司公佈了 不檢控 梁振英 那個UGL案的事件 之後呢 其實呢 這個香港大學的研究中心 上個星期就做了一個檢查 發現呢 有六成人 就認為 這個政司的決定 是有偏頗的 還有 大概超過五成半的人 就認為 這個案件 影響了他們對香港法治的信心 你們會怎樣去評論 去兩個調查的一個鏡頭 或者會不會 其實因為你的調查都已經 去年失筆月災 其實是不是已經有些少 即是 偷地呢 我回答一下 偷地那件事 其實我們這個是做了兩年 已經做了兩次的調查 是想著 長年做了一個 Tracking 這樣的一個 一個調查 回答你的問題 我們不會為 一單案件 去委託 我們不會為一單案件 去委託 研究機構去做民調 亦都 我不會建議任何人 以一單案件去判斷 香港的法治情況 下一條 這位先 你好 有線電視劉浩廷 先想問一問 小十三頁 關於司法規劃制度被難用 下面有提到關於 一些 不同的category 都有些差異 例如分歧 其實 這裏 你是不是想說 年紀大就覺得沒有被難用 即是有些年齡分歧 之類的事 先想問這件事 另外 就是 關於 這個 一開始的時候 就看到 這個 香港市民 最覺得 就是這個 司法獨立 是最重要的 但是在這個評分裏面 十個選項 司法獨立 就在排第七位 其實 你這樣看 是不是 其實都可能對 那個法治 信心上 其實是 比較低 因為始終那個 最重要是 司法獨立 而他最後的三個item 就是關於 司法問題 自然處理 防止政府難用權 等等 會不會跟近年 可能釋法 或者可能DQ議員事件 這些問題有關 而令到 他有那麼低 有沒有這樣的分析 好啊 我先回答你第一個問題 那個 資料 我想遲下 可能至今等陣 希望可以有個報告 都會有 可以給你看到 如果我們在這個 數據上 看到的話 就是說 對於那個 司法 是不是被 濫用那個問題 我們是問了他 就是說 同不同意的 就是 那個情況 你會發覺 如果是 細下去 看那個 社經的差異的話 就 這個 年輕的 我先說年齡那個 最主要 年輕的話 他覺得 不同意 即不是被濫用的 是明顯高於 年長的 如果你以 教育水平去看的話 教育水平高的 大專以上 他 不同意 亦都會相對地高的 反而 就會是 年長的 覺得被濫用的 是相對地多 年輕的 覺得被濫用的是少 教育程度 亦都是 覺得被濫用的 肯定就是 教育程度比較低的 而教育程度比較高的 就覺得不是被濫用 政治傾向 尤其是比較突出 我都順便說一說 建制派 覺得 會被濫用的 比率是相對地高 在這個報告裏面 我們可以看到 近六成 是覺得是 當然如果是 非建制派的話 覺得被濫用的 部分 是兩成多 覺得不被濫用的 就是 四成半 所以這個 就是 回應你剛才那個 細目的話 大概會有這個 具體的情況 可能到時可以跟自經 看看他的報告 內容其實是很豐富的 都建議大家可以多看 那個報告 接著還有司法 是 我上次回應一下 那裏 其實劉先生都談過 我們一路去建構這個 這份文件的時候 我們都有困難的 原因就是很多的個別事件 都會陰涉在浪 甚至可能會 某些案件 一出 可能影響都挺大的 正因為這樣 我們就 如果單一問 單一句 就這樣問 你覺得法治有沒有影響呢 其實 我們覺得有些相當補斷 所以才 我們會嘗試 會不會 其實一個法治 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我們所以 才看其他的 國家怎麼衡量 那個社會的法治情況呢 那才建構了一個十個層面出來 如果你問一個外見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就挺複雜的 你都假釋很多東西的 例如 你 你舉 說DQ案 DQ案 究竟那個人 覺得這個是濫用權力 還是 法律面前 人人平等的問題呢 不知道 每個人的族則更加不同 正如這個情況 對我來說 最重要的就是 政府不冷卻 將來 對大眾市民 可能這件事 不是那麼高的 這個複雜性就是在這裏 就是說 如果我們 單一或一件事 包括近期發生的事 會不會有影響呢 剛才 有位建議都提過 那些 這個是有可能 最重要的問題 因為 你看一下那個人 他將那件事 跟哪個層面 勾上很重要的關係 你要問到這樣 就可能會清楚 我最重要 就是這個 法律面前人平等 而我又覺得 那個結案 跟法律面前人 覺得 是很有關聯的 這樣的話 對整體的法治 我覺得 哎呀 差了 但是對另外一個人 又不是 這個也跟法治 層面沒有關係 他 以往都是這樣做的 律政司 每一個案件 我都 我都要解釋什麼 如果他 不覺得這件事 可能就沒有 沒有什麼影響 所以我覺得 就 會比較難 去 Outline 出一個所謂的 Cosal Relation 就是那個 誰導致誰的 情況 所以我覺得 但是當然 我們看到 在兩年 那個Pattern都那麼遲 我覺得如果沒有其他 發生的話 確實是有些事 是做得相對差的 例如 那些人 一般市民 會對政府開放圖 政府防止 政府鬧權 其實他覺得 它落實得相對低 最初我們就沒有這個 可能2011 11 11 14 如果解釋 我又這樣做 那我們真的可以見到 那些大 那個Train 是這樣的 因為我們已經是17年 已經 只是18年 想 已經太近了 這兩個情況 所以就在這方面 如果那個市民 對某一些事件 是會覺得 這個是政府難免的問題 他自然會對 政府的不滿意 那個情報 那個發誓 是高的 所以我們看到 絕對有部份是這樣看的 包括滿意也有20多% 裡面可能就是這群人 那究竟 其他的 本來一半半是普通 會不會轉呢 我們真的不知道 你很確實 或者很認真去看 其實我們都是去 去到7 去到12月發生那麼多疫苗 到底有多少人 劉先生 可以留言一下這個問題 就是關於 一些社會上的事件 可能會不會令到 這三學的事情 就是沒有分數 最客觀的做法 其實是應該 明年這個時候邀請你回來的 就是我們做第三屆 第三輪的時候 如果你們所說的事件 真的影響市民 對法治的觀感的看法 其實 我覺得如果我們做第三輪的時候 如果真的影響到他們的看法 是會在下一輪的數字反映出來的 但是你無可分析的一件事就是 我們是在量度一個觀感 量度一個看法的 而市民 怎樣得出他們的觀感 怎樣得出他們的看法 是靠資訊的 資訊是靠他們 吸收的經驗體驗 是靠他們看到的新聞 無論是正面事件也好 負面事件也好 是適合你的政治立場的結果也好 不適合你的政治立場的結果也好 你這些資訊 累積了的觀感 就是會構成你對法治的看法 所以我覺得 單一事件未必可以拿來作準 但是你說累積了的 over time 的 我覺得一定是有影響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一度去放置顧器 Which one's that? The house mic It would be better if you hold the other This one? Yeah, you may not want to move that one You may want to hold the other one You got it here It would be better, yeah Thank you In your poll, there are 10 categories that you asked And a few things like government abuse Or preventing government abuse Open government And judicial autonomy and independence They scored rather low among the 10 cats Is these low scores a cause of concern for you and what do you think led to such low scores? That's the first question. Secondly, there are about less than a third of respondents saying they're happy or satisfied with the rule of law situation. Is it less than a third rather a low score? Is it an alarming situation, like less than a third of respondents are actually happy with the rule of law? I think in this survey we didn't really seek to establish causal explanations, so we're not really in a position to answer why the low scores. As I said before, people's perception of the rule of law is based on the cumulative or the sum total of information or experience they have received. Whether it's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 with the judiciary, whether it's the news they read, whether it's discussions they've had with friends. I can only reason it's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 or it's the information that they've received on those topics that you mentioned that formulated their perception. The only thing I would say is that I think within all ten subcategories, they've all received a five or above. So I wouldn't say it's a cause for alarm, but I think the rule of law is not just, as Lauren said, is not just an abstract topic. I think the rule of law has very real life, very severe consequences for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Hong Kong's competitiveness, social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so on and so forth. So I think any government, any policymaker, whether in Hong Kong or elsewhere, would want to always maintain, if not improve, such perceptions. So your second question was? So less than a third of respondents were satisfied with the rule of law situation, basically in both years of the polls. Do you think such score is rather low, or is that okay? Like, it's less than a third? I wouldn't say it. Look, I think, you know, to use the Cantonese phrase, there's always room for improvement. And like I say, people's perception of rule of law has consequences beyond just a poll. So I think government, judiciary, the public at large as well, should strive to improve on this front. So, sorry, my first question, I was asking the relatively low scores of the four cats. government abuses of power, open government, judiciary,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comparatively speaking, are having lower marks. Is this, do you not find that a problematic issue for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I think, look, like any parents in Hong Kong, nobody likes low marks or low scores. But I think given that we've defined, or at least the poll has defined five or above as positive, I think we need to interpret this in that context. You can argue that everything should be 10, everything should score 10 or 9, but certainly I think it seems like there's more work to do on the low scoring topics than, say, crime and law and order. Hi, I think. Hi, this is Alvin from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Two questions. Could you enlighten us on th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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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 this score, 0 to 10, which is, these are the 10 criteria. And what are the scores for the groups that are below 30 years old? I mean, how do they score? Are they scoring below five? If that's the case, I would still claim that it's generally positive for me. What future prospect are they, are they claiming? Um, and my second question, uh, relates to our colleague's question as well. Um, because the route, the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if you, to get, if you add it up together with the judicial autonomy, which broadly falls into the same category. They ranked the most important among the respondents. However, they ranked the, they ranked, um, only the seventh and eighth correspondingly. Um, what does this tell, and how do we interpret it? I mean, if the Secretary for Justice reads this data, that she has a problem to solve, and that she needs to tell the world that we value it, and the public feels very alarming, very disappointing with the situation that she needs to speak of for this. Thank you. Uh, regarding the, uh, score, actually, for the, uh, young people, they, uh, keep, uh, some of the, uh, uh, item, uh, for a, uh, lower score, uh, for below, uh, the average scores of five. Uh, the, uh, first one is, of course, the, uh, uh,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the second one is the, on the autonomy of the,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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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diciary. And these, uh, two, uh, uh, categories, uh, clear. One more is on the, um, also, actually, it is also the follow-up question of the,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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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onomy. And one more is about the open government. It is clear that, uh, for the, uh, young people, because that this survey, we focus on the age between, uh, 15 and under 24, uh, relatively younger people. And so they have a, uh, uh, more, uh, uh, critical view on this three aspects. So the independent of the judiciary, the autonomy, and the open government. And for all others aspects, uh, those, uh, score, uh, uh, oh, okay. Uh, sorry. Uh, one more is, is the, on the, um, uh, uh, abuse of the government power. And other than that, uh, they are mostly, uh, over the average scores of five. I think you should go and ask, uh, the Secretary of Justice, uh, show her this report. and, uh, and then ask her, uh, ask her, ask her for comments. Well, I can't, I can't, we cannot speak for her. We cannot speak for the government. Uh, um, uh, all, all I can say is rule of law inherently is a very subjective,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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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rception-based, uh, topic. You cannot benchmark it against something very objective. It's not like saying, uh, it's 20 degrees outside, but I feel like it's 15 degrees cold. Uh, we, where you can compare some, with some objective indicator. I think, um, whatever results that, whatever results or data you find, uh, alarming, you personally find alarming, uh, uh, you know, I, I think it's worth everyone in this room, not, not just SJ, not just us, uh, to, to ask why. And, uh, at the end of the day, like I say, um, I think rule of law is something that, uh, Hong Kong, uh, people cherish. Uh, I think it is, uh, the main unique selling point, uh, of Hong Kong, uh, in this part of the world. As, as Lauren said, we rank very highly, uh, in Asia. We rank the highest in Asia, uh, uh, and we rank highly in the world. So, um, anything that, uh, I think anything, whether it's a single event, whether it's a series of events, anything that damages, uh, the actual or perceived, uh, rule of law, I think, uh, is a threat to Hong Kong's competitiveness, and a threat to Hong Kong's,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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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siness environment. Quick follow-up. Do – are you saying – so – sorry, I promised to be shot. Quick follow-up. And so I – I – I do agree that Hong Kong people values rule of law, but it's not doing as good as it's hoped to be. I think – no, I don't think it's just Hong Kong people. I think anywhere in the world, where – I think everyone – every – I think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people in the world values the rule of law, uh, uh, and everyone wants it to be 10-10. U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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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 think, like I say, um, you can always improve, and no survey, no rule of law survey in – in Hong Kong, in – in Canada, in UK, in US, uh, will get 10-10. Uh, so – so I think, uh, there is always room to improve. Okay, but let's go in the air at the very comforting day. Okay. Scrum gotta take it. Oh my god, there. Yes In Hong Kong, how greatQUEDU해야 of New Testament, who has applied side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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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de-by side by side by side. Okay, so what I was wondering, what I realized, was that is that there is to consider that there is a picture in the legal분 situation or , 但是如果將這個意識人態 政府或是律政司他們採取任何行動 例如做一些刑期上訴 即是公民公平案這一類的案件 或者是社會對於現在UGL案的質疑 即是律政司的做法 他們不算是將社會意識人態放下去 他們面對這些質疑可以怎樣做 應該怎樣做才可以令到社會 對於那個司法獨立、法治 是否正在做一個守護者的角色呢? 我們今天也不會評論個別案件 但是市民似乎是依然相信司法機構 獨立和公平的制度 所以其實近年很多比較有爭議性的案件 都是和政治有關的 所以剛才阿努雲蘇所說的 你將政治元素混合進去 司法程序、司法案件 其實你很容易製造一個 大家都想輸打贏要 大家都想永遠贏 不會輸這樣的局面 這個我覺得是 本身這個態度、這個期望 輸打贏要的期望、輸打贏要的態度 已經是在損害我們的法治 我說任何輸打贏的人 不是只是某一方的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好 或者 謝謝 謝謝 Hello,Standard記者叫Cindy 我看到一個調查 你們就組了十個aspect 最後最後呢 好像最後那三個就沒有 香港司法問題主治 是否可以分析 政府開放和文革和政府的權力 就好像沒有說到 政府的 市民的幾個% 是非常滿意 或者一半半或者滿意程度 那可否可以 補充這篇數據呢 另外一個問題呢 就是 你們選擇的十個aspect 我看到 司法獨立 和香港的司法問題 自行處理和解決 其實 怎樣說呢 都是分開了的 想問其實 你們這樣分析的時候 本身後面的consideration 是甚麼 謝謝 謝謝 我回答了 選取的問題 其實是在 WJP的index 是八項的 很有趣 它沒有一個 司法獨立的東西出來 它是把所有這些 融合了 第二個程序那裏 就要獨立了 內部處理 不會受其他外部力 其他交交之類的影響 我覺得香港這樣問 是很奇怪的 因為人們不太明白 因為他們 又不是獨立國家 再加上 香港將司法獨立 這個 很多時候會獨立 看成一個 我不受其他影響 所以我們先自己 第八 不能九項 它還要分為 進行民事 或者刑事 它分開民事訴訟的時候 你各方得它獨立進行 不受其他影響 進行刑事的 就是獨立調查 獨立去審判 不要延遲不受其他機構影響 就是這樣的 我們在香港 我們試過 發覺很多人不太明白 怎樣的 就是泰蘭民事 刑事很多市民 其實搞不清楚 所以我們嘗試 不如我們嘗試 將它改造一個 就是司法獨立 就是簡單 我們平時用的 另一個就是說 既然香港 一國兩制 我們內部 我們用了內 香港的 有些問題 就是香港的 法律人 本地法律人 自己解決 用這樣的方法 發覺很多人 反而達到 我們才會這樣 去改動 這樣的情況 這個就是 背後的 詳細 之前那一題是怎樣 好不好 最簡單的就是 這個改動 我們就針對香港本身的獨特性 所以其實你會見到 前面 你說相對地分數比較低的那些 尤其是 有些是不在 那個world justice 那個project那裏 另外就是說 你說那些 數據不在這裏 就因爲我們presentation 是集中 先講到那十個層面 如果每個都講 就會很沉 但是具體的資料 也是 在那個報告那裏 到時就會有 深入的資料 我就不沉 深入去講 好嗎 還有沒有其他提問 好 那幾個 那幾個 關於 那幾個數 有沒有小 那幾個數 有沒有小 在報告那裏 那四個cat 剛才都在學校 是 其實 其實在這裏 報告就有 好 所以我就不逐個去講 因爲不然就會 好 好 好 那或者這個 我們最後一條 我想追蹤回那個報告 可能劉先生一起看一下 就是page11 就是講到整體法治狀況 17年的時候 就是35% 就是一半半 就是覺得香港是法治狀況 而去到今年就變成37% 多了些人覺得香港的整體法治狀況是一半半的 你如何評論這個情況 就是可能17到18年來講 以你的觀察 有沒有一些改變 是你留意到的 可能沒有機會 之類的 你如何評論這個數字 現在多了一半的 我對 這位朋友應該是講過slideshow的 這個 這個 是不是這個 這個 這個 我沒有特別看法 因爲我 我覺得 其實我們只做了兩年的數據 其實我覺得這個調查 其實最有價值的 可能是幾年後 你只要你只拿了兩個時段的data point 你可以用個別事件來猜測 是不是因為某某事件 導致到那一年的改變 但是其實那個的意思 我覺得存在大不大 反而你可能 我們做到第三、第四、第五年 你看到一個很明顯的 如果有明顯的整體也好 或者某個category的趨勢 那個反而我覺得是更加有價值 我就反而不會看單一年 是不是某某事件 令到數字有改變 我補充一點點 我補充一點點 劉先生的問題 其實我這個powerpoint 裏面有講了 其實它這個變化 是變化不大的 你不可以說 它上升了少許 或者下跌了少許 就當是說 有一些重大的 一些什麼 可能是一些samplein era 所以 基本上你可以見到 它是相對地穩定就可以了 好嗎 劉先生 那個年輕人的變化不大 都有四個category 就是traditional independence 所以說年輕人的 就是traditional independence traditional autonomy open government preventing government abuse 那裏 它都是低和不分 這裏是否一個警號 我假設 連續兩年都是低和不分 你解釋 這裏是否一個警號 就是年輕人要做什麼 政府 或者社會人事要做什麼 去挽回回 就是年輕人對客人的成績 我想 其實挺都說 就是 你任何低分的 可以改善的地方 是應該值得改善 我都說 你做一個怪獸家長 最好全部都十分 但是 但是 既然你識別了一些 低分的category出來 其實下一個問題應該是問 為什麼 那個群組會對這些看法 是打過五分以下 但是我們今天真的沒有答案 我們今天 我們今次的 survey 是沒有去 了解背後 你剛才提出那些數字的原因 所以今天真的答不到你 但是 我覺得是值得探討一下 你覺得怎樣 你個人 我個人覺得 為什麼 但是我覺得 其實我個人 我個人 我自己的 猜測 但是 我們今天 是一個比較科學性的 電話民調 我覺得 不應該將我個人猜測 混入一些比較有權威性的數據 好 好 我們今天這個 記者知道會 來到這裡 結束